美國總統川普8月1號宣布 從9月1號開始對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 加徵10%關稅 但本週二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 對這項徵稅計畫進行了調整 具體措施包括 基於健康、安保、國家安全等原因 某些商品將從加徵關稅的名單中刪除 此外 根據公眾反饋及聽證意見 某些商品的額外關稅 將被推遲到12月15號開始徵收 這些商品包括手機、筆記本電腦 電子遊戲機、部分玩具、計算機顯示器 部分鞋類及服裝等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會很快公布 有關這次調整的詳細內容 川普總統隨後也對這項調整做出解釋 表示推遲關稅是為了不影響美國的 聖誕購物季消費 川普表示 中共方面週一在與美國通話時 對達成協議表達了強烈意願 但由於中共屢次出而反而 讓川普對達成協議的前景有所保留 川普此前曾多次表示 已經識破中共想把談判拖到美國大選之後 因此並不對達成貿易協議抱太大希望 加之額外關稅已為美國帶來巨大收益 因此美國在貿易戰中將始終處於有利地位 美國股市對此徵稅調整措施快速反映 週二收盤全面走高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漲307.78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上漲38.81點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上漲152.95點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